開始錄 這是已經做好的鍵 我已經把它全部Attage在一起了 接下來我把它壓掉 拆UV 在舊的版本這個就叫Edit 它新的版本改名叫做Open UV Editor 打開就是看到UV的東西 你這個圖可以關掉讓它不要顯示 然後選所有的面 選所有的面 像這種硬梆梆的東西 我們直接就簡單的探屏就可以了 Flatten Mapping 在Mapping裡面 OK 它基本上就拆的碎碎的了 可能需要修改的地方 就是只有圓柱的部分 圓柱的部分 其實處理方法也很簡單 這三片是一起的 把它移到旁邊 它也黏住別的東西 沒關係 那我們乾脆把整個圓柱一起好了 整個一起 然後呢 我就直接給它一個 這個Plan 或者圓柱體拆UV也可以 這比較高剛而已 圓柱體拆UV很麻煩 它還要挪過來 然後縮放 旋轉 OK 現在綠色線在側面 其實在哪一邊都可以 看自己方便 那現在呢 它已經攤好了 這個圓柱體把它關閉 這樣子才可以動 圓柱體拆UV就是Cealing的 舊的版本就是用文字的 那新的版本有圖像 這樣子 那現在這樣子的話 我其實可以把它RELAX一下 就是它黏得太緊了 RELAX BY POLYGON ANGLE 舊的版本是ByFace FaceAngles 這樣就好了 這樣子呢 把它縮小放回來就可以了 那其他東西就把它整理一下 基本上每個東西都跟它原本該有的形狀是很接近的 所以說其實也不太需要去研究它怎麼擺的 就是擺哪裡其實都可以畫 那就行了 那就是不要有重疊就好了 那自動拆的方式呢 是基本上不太會重疊 就這樣 那 好了 那這個呢 就輸出 Tool Render UV template 好 1024 還是2048 都可以 應該1024就夠了啦 因為這次的東西比較趕 所以1024就夠了 好 Render UV template 好 那就點下去 你看我都沒設定什麼 全部就是這樣而已 好 Render的Tool 被擋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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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這個呢 存檔 好 沒有必要存Taga喔 存Taga有什麼用啊 我也不知道有什麼用 好 存JPG就好了 好 然後呢 怎麼畫 這個 Photoshop 打開喔 好 Ctrl J 複製一層 然後 然後 Ctrl I 色彩反轉 然後 色彩增值 好 那底下這一層呢 你把它填滿白色 這樣就好啦 那 你要怎麼畫 這個是很簡單的事情啊 電腦Lag 電腦Lag 這沒什麼啦 一下子就好了 那怎麼樣畫 就這樣啊 好 我先取顏色吧 好 下來 這個地方一定是鍵的部分吧 這個基本上不會有什麼問題 好 直接塗 這樣就好啦 那 那 要剪貼也可以啊 自由變形 如果你要移動單個點就是按Ctrl按著嘛 Ctrl按著它就可以移動單個點 好 啊 Enter一次 因為這個不是一次就到位 好 一次沒有辦法到位的 那你就用兩三次 好 你看 其實兩次它還是不會到位 這不是任何教學的問題啊 就是 只是 這本來就是這樣 就是你多做幾次就可以了 為什麼一定要有一次到位的方法 好 這樣子做不行對不對 Ctrl-Z回來 那我這樣子做可不可以 Ctrl-J 複製一層 Ctrl-T 壓扁一點 這樣子不就符合了嗎 好 那當然呢 這邊的顏色呢 顏色的地方還是需要去修補的 那怎麼辦 好 去樓下吧 好 把這個圖 好 這個Ctrl-J 複製一層 好 Ctrl-J 右邊的括號 往上抬高 好 就是 手動塗層啊 你用手動也可以 好 那 好 你可能是幹嘛 把他的顏色修補過來 那Ctrl-T 拉長嗎 好 那多的部分怎麼辦 多的部分 你可以用遮瑟片把它塗掉 遮瑟片把它塗掉這樣就好了 好 這樣子就修補完成了 好 那上面呢 網格線 隱藏 然後呢 這張參考圖片 其實也可以隱藏 好 那 這邊呢 這幾個圖層 好 這幾個圖層呢 對不對 太多了是不是 好 那就把它 Shift疊起來 Ctrl-E 就壓掉 好 那 沒有用Ctrl-E 這塊一鍵 你也可以用 右鍵 合併圖層 好 就這樣 好 那最後呢 就是把它 全部選起來 然後 影像平面化 好 放棄隱藏圖層 確定 然後存檔 好 好 那存檔之後呢 可以按Ctrl-Auto-Z 還原回來 這時候呢 你可以去資料夾裡頭 拿圖檔 然後把它貼到模型上 看看效果怎麼樣 貼得還沒有很準確 有一點點還沒有貼的很準確 那當然這個就是反覆花點時間修正就好了 這沒有什麼